中国的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 三分之二的土地每年日照时间多过2000小时 太阳能发电量位居世界第一 部分发电站更加有新式独特的设计 在安徽淮南有一座全球最大水面漂浮太阳能发电站 超过6000毫的人工湖面铺设16万块太阳能板 每年产生电量达到1亿5000万千瓦时 满足10万户家庭的需求 节约53000吨煤炭减少大约20万吨二氧化碳 位于山西大同的熊猫发电站 黑白两色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太阳能电池板 这里可以在未来25年内提供32亿千瓦时绿色电力 节约105万吨煤炭减少近270万吨二氧化碳 位于敦煌的发电站就有沙漠向日葵之称 中国致力减少燃煤发电 持续推动太阳能 既保证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生活 同时守护美丽山河 保证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单代中华 请不吝点赞 Viwasser